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 俄亥俄州带顿式的通用汽车工厂关闭 一万多人失去了工作 2014年曹德旺接手创办了福耀美国工厂 本片便记录了福耀建厂前后的建文 为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留下了一套独特的标本档案 导演史蒂文·伯格纳尔与朱利亚·赖克特是一对夫妻党 2009年曾拍摄了记录短片《最后一辆车》 讲的正是通用工厂倒闭的故事 当听说福耀接手旧工厂的消息 便提出再拍一部纪录片 表现失业工人们的重生 福耀的画室人曹德旺爽快地答应了 导演立刻拉团队开整 据说奥巴马夫妇的公司还投了一部分资金 四年半的拍摄时间 共积累了1300多小时的素材 再剪成了110分钟的成片 期间曹德旺没有做任何的限制与审核 好的不好的都随便拍 很少有企业主愿意自暴其短 这份雅亮胸怀让人敬佩 美国工厂上线后大受好评 拿下了第二年的奥斯卡最佳记录长篇奖 导演采用中立态度 对中美文化的碰撞不做评判 事实上也没法评判 土壤不同 长出的花草自然各异 故事从2008年开始 还有一天就是圣诞节 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 并没有什么节日气氛 今天是通用汽车工厂关闭的日子 饭碗没了 人人脸上愁云惨雾 戴顿市位于俄亥俄的西南部 常住人口20万 是莱特兄弟的故乡 现在他正经受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击 工厂关闭意味着 一万多本地工作岗位消失 工友们拥抱告别 迎接他们的将是更艰难的人生 与此同时 大洋彼岸的中国 一家名叫福耀的玻璃制造企业 飞速崛起 它1987年成立 经过20多年的奋斗 成为全球汽车玻璃行业的龙头 市占率超20% 掌舵人曹德旺积极到海外开私建厂 这次戴顿工厂的累计投入达到了7亿美元 曹德旺选择赴美建厂并非一拍脑门的决定 背后有响亮的算盘 美国除了人力成本高之外 其他的方面很划算 以使当地的补贴与税收政策 算下来厂房约等于白送 20能源 特别是页岩器和电力 成本比中国本土还低 电影一开始 导演并未用PPT展示公司的辉煌业绩 而是巨细迷移的拍摄玻璃的制造权过程 从一粒粒普通的沙子 经过高温混合 熔炼 冷却 加工成型 隐隐象征着西方制造业的衰落 与东方力量的崛起 这也正印合了中国的古老成语 巨沙成塔 2015年 一对年轻的中国恋人 看着戴顿式的天际线 猜不远处那栋建筑有多少年的历史 女孩猜可能有200年吧 男孩说不可能 美国的历史一共才200多年 服药的招工宣讲会上 管理人员向大家介绍公司的情况 每辆汽车都要用到大量的玻璃 这是家极具潜力的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 来服药工作将有很不错的保障 其间一位同学问是否有工会介入 管理者很明确的给了否定答案 大家记住工会这个关键词 一会儿将有好戏上演 会后几个人表达出了较强烈的兴趣 他们大多有不错的经验与学历 但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 依然找不到工作 工厂的改造建设如火如荼 这原本是汽车装配厂 改造成玻璃生产线 需要大量的工作 基建狂魔果然名不虚传 半年时间已颇具规模 许多当年失业的员工回来 期盼着尽早开工 同时服药从中国 调来了大批技术工人帮忙建厂 并培训员工 美国人块头大 手指较粗 精细的操作效率低 需要一对一手把手的交 初来异国自然要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 领导利用参会间隙 向同事们普及美国文化习惯 美国人和中国人 其实在骨子里很像 都极其务实 但待人接物的表现方式非常不同 互相了解 有助于工作中降低摩擦冲突 10月7号是工厂的竣工庆典 咱的大男主董事长曹德旺 乘飞机提前到达戴顿市 寒暄一番后 先参观了博物馆 换业仪式上曹德旺表示 有信心让这座工业之城再次换发生机 带顿市政府对这次招商引资 给予厚望 甚至把一条街改了名字 简短的讲话后 一个黑老哥过来对曹德旺表达敬意 感谢他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 并盛情邀请老板到家里吃BBQ 下面发生了一件趣事 曹德旺视察典礼的现场 副董裁大卫说要订一个大雨棚以防下雨 而曹德旺铁口直断说不必 带顿市的维度和山东差不多 中秋十月肯定不会下雨 接下来展示了一系列群像 除了工作 中国的员工们经常到附近的河边钓鱼 挤斤重的鲤鱼并不难钓到 主管李杨同学跟当地的老百姓唠嗑 此时大家对服药还比较陌生 晚上装卸工包比正准备去上夜班 与亲人吻别后开车到达厂区 他此前已失业一年半 人生一片灰暗 直到服药到来才迎来曙光 类似际遇的还有质检员萧尼亚 与插车工吉尔 工厂倒闭后 他们失去了房子 从中产阶层滑落 美国的工人此前过了几十年 高福利高收入的好日子 现在服药提供的时薪 只有顶剩期的一半 但聊胜于无总比吃旧几强 中国员工阵营的典型人物 是熔炉工程师王师傅 他18岁加入服药 一口信干了20年 这次作为骨干抽调美国工厂 妻子和两个孩子暂时留在国内 他的主要工作是指导美国人干活 能有简单的英语交流 实在不灵了就上翻译软件 连说代笔划基本够用 工作中王师傅与熔炉主管罗伯成为好友 下班经常互相邀请做客 不知不觉间两种意志文化逐渐交融理解 新工厂出具规模 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甚至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 对服药赴美投资 绝大多数都是正面评价 这契合了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主流舆论 唯一美中不足的 是被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也就是工会盯上了 美方总裁约翰向大家预警 等正式投产之后 这绝对是颗大雷 上下连轴忙活了几个月 终于迎来了厂区的竣工典礼 集团高管悉数从中国赶来 一切如曹德旺所料 这天晴空万里 果然没有下雨 副总裁大魏服了 投资大几个亿美刀 在工业老区带顿市是一件大事 俄亥俄州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一片 其中包括联邦参议员布朗 庆典首先由集团总裁曹德旺发言 接下来参议员上台激情开卖 他是个铁杆民主党 对组织工会特别热衷 期待服药能加入工会大家庭 台下的副总裁大卫一听喷了三字经 工会什么奏性他太清楚了 典礼过后来宾们纷纷参观场区 与此同时办公室正进行一场交锋 在美国的政治架构里 参议员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针对他提出的工会问题 曹德旺给出了明确且坚定的答复 因为工会在这里会影响我们的脑筑效率 这里顺便多说几句 工会历史悠久 南北战争时期便出现 但前期组织比较松散 力量不足以跟资方抗衡 现代工会诞生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 罗斯福新政促进了工会的组织效率 到70年代达到顶峰 权力越来越大 吃完牢房吃资方 工会甚至可以绑架企业主 逼迫其维持高福利高收入 就算工人很废柴 也必须拿钱养着 久而久之 很多企业被逼疯 加速了制造业外流 通用汽车很大程度上 就是被工会拖垮的 这种不讲理的黑白通吃 引起了强烈反弹 清千年后 工会逐渐示威 2013年 组织率跌到了10% 但仍拥有比较强的话语权 让各大企业为之如虎 曹德旺自然明白工会的厉害 通用前车之鉴 所以咬死不松口 工会进驻 我就撤摊子 这条没得商量 开工后 总裁约翰重任在肩 经常下到生产一线 给工人们鼓劲 但良品率始终居低不上 保质保量 是个无法同时达到的悖论 熔炉的外部温度 在400度上下 而工人在两米距离左右作业 安全主管认为 工作环境太严酷 希望让工作间 更加通风凉爽 本土工人的倦怠情绪 在日益增长 几个月前 拿到新工作的兴奋 以烟消云散 服药的工作强度 让很多人受不了了 生产效率一直提不上去 曹德旺决定 发起一场经验交流活动 趁着过农历新年 挑选10名工厂高管 到位于福建 福清市的集团总部 这里是曹德旺的故乡 他的玻璃梦开始的地方 高管们 大多是第一次到中国 路上看什么都新鲜 服药采用准军事化管理 门口的大牌子上 写着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一行人抵达的那一天 公司正组织大家 唱服药之歌 歌词里写着 每一片都透明 这次访问 主要的任务是 学习生产经验 顺便吃点当地的小吃 并参加公司年会 中美何必乐呵乐呵 来到厂区 美国高管纷纷 惊讶于中国工人的效率 他们可以几乎一刻 不停地干好几个小时 且保质保量 仅仅一条生产线 每天就能产出 7000块玻璃 接下来的班历会 直接把老外给看蒙了 好 好 我要干 另行禁止 发挥最大的效能 是中国原则 而美国人相对较自我 每个人都有主意 上班时懒散 经常聊天 所以产能一直上不去 访问团里 有意中国通 中文说的背儿溜 直言不讳 美国工人太烂了 我们最好的工具 就是那个脚带 把脚带放在口袋上 他们会更好做 小伙心说 我也想 但臣妾实在是做不到啊 不过他还是有些理想化 中国工人 也是来赚工资的 谁都要养家糊口 陶刀旺虽然在美国 极力反对工会 但服药是有工会的 只不过与美式 竞争对抗的风格 截然相反 主要职能 不是利益谈判 更多作为企业 与工人的润滑剂 比如组织培训 团建等 中国式的思维是 大河有水 小河满 大河无水 小河干 企业好了 大家都能分到一杯羹 没有哪种更好 只有哪种更适合 晚上是 服药集团的年会 这个场景 中国观众应该特别熟悉 台上是员工 自组织的节目 台下圆桌 吃吃喝喝 美国企业的年会 更像个party 这种演节目的风格 很少见 印象里 中国人的标签 大多是古板 不苟言笑的 这场年会 让美国高管们 大开眼界 原来还能这么搞 兴之所至 几个老外上台 跳了个美式广场舞 BGM正是贾科长 最钟爱的 70年代蹦迪神曲 YMCA 年会收尾非常温馨 六对新人 举行了集体婚礼 接受全场职工的祝福 一个老外看得热泪盈眶 默默独自去走廊 冷静一会儿 这次拜访 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 交流会产生碰撞摩擦 但理解与尊重 也萌芽于此 无论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都同样珍视爱 事业与家庭 也许展现的形式不同 但本质上 没有什么两样 除夕之夜 中国烟花漫天 与此同时 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 不过春节 相比之下 气氛多少有些冷清 工厂已开工半年有余 一股怨气在员工中弥漫 主要是服药的管理套路 与美式思维格格不入 虽然美国工厂已尽量本土化 曹德旺甚至不要求 在大堂里挂中国画 但内核的东西仍不太兼容 中国通小伙归国后 也想模仿半军事化的办理会 但工友们站不直 喊不响 完全不吃这套 美国的习惯是先争利益 而中国更倾向于先苦干再奖励 过惯了好日子的美国工人相当不爽 再叠加工商与工作环境相对严酷 更让劳资矛盾 雪上加霜 刚才提到的装卸工暴毙 职业生涯从未受伤 却在服药砸断了右腿 短时间内 服药收到了11项安全诉讼 负面消息不断涌出 医学员工自发组织呼吁工会入住 在上下班的路口 分发小卡片喊口号 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意见市场 谁都可以喊 最后比谁的声量影响更大 面对争议 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培训 科普美国工会的运作机制 一旦工会进驻企业 按照法律 管理层不能直接与员工对话 而必须通过工会 久而久之 公司是谁的就说不准了 这种状态 生产效率自然无法保证 开工前十个月 美国工厂亏损了超过4000万美元 曹德旺心想 我确实经常捐钱 但总不能老这么跨国扶贫 他的解读是 美国人对中国企业有天然的敌意 决定来一次彻底的整改 迅速把两位老美高管炒掉 换上了一位美籍华人CEO刘道川 他在中美分别待过20多年 对两边都有深入的了解 然而人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 服药是订单驱动的公司 来了急活便有加班的需求 中国员工习惯高强度的节奏 但美国人受不了了 他们难以接受 周末都要埋头苦干 员工私下聊天时意见很大 愿意支持工会进驻的人越来越多 面对不听话的美国人 一线中国员工很直接 开总结会时 一位老铁直接激情开喷 僵持之下产量上不来 每个人都倍感压力 这时工会出手了 就是刚才提到的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圈奖会上受了委屈的员工 排队上台痛诉血泪史 总之服药烂透了 连俄亥俄州的众议员都出来站台 只有工会介入才是最佳的出路 我刚才忘记提了 工会并非是公益组织 工人们需要缴纳会费 通常是工资的5%左右 给钱就保护你 面对工会的攻势 CEO刘道川沉着应战 他一共用了三招 第一招怀柔 所有工人时薪涨2美元 加班费照付 服药给的确实不少 只要完成KPI业绩 普通工人年收入大约能达到5万刀 远高于戴顿市的工资中位数 但工作强度确实也更高 符合中国人多劳多得的信条 嘴言一出产量立竿见影 第二招打舆论战 工会能喊我的嘴也不是摆设 在声量上起码不输 刚才口吐莲花的老铁信心满满 不让明着干可以来阴的 第三招最狠 美国的发达市场食物链你不得不服 有工会就有反工会组织 服药花了100万美元 请反工会组织LRI出面 从各方面瓦解工会对员工的控制 用魔法打败魔法 三季猛要下去 工会的气势削弱了不少 清理刺头员工 生产逐渐迈向正轨 老板曹德旺表示很满意 这场争斗的最终结果 需要用美式特色决出 投票 1500多名工人参加 决定是否让工会入驻 搞得像一场袖珍选举 虽然此前的民调显示服药会赢 但投票的当晚大家都挺紧张的 投反对工会入驻的年轻人居多 他们更关心收入 也更有拼劲 这场投票等于是一场过滤运动 长月落定 CEO刘道川恰到好处地打鸡血 将挑选10名优秀员工去上海 等于是公费旅游 那里是中国的曼哈顿 大家要努力啊 末了还不忘借用川普的台词 他是懂老美的 亏损一年多之后 服药美国工厂 终于在2018年扭亏为盈 年产能比前一年翻了一倍有余 曹德旺的既定小目标达成 影片临近受尾时 导演展示了曹老板的内心独白 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极为艰苦 小学没毕业便独自地讨生活 尝尽人间冷暖 争成众果 千帆过境自然是感慨万千 这段没什么大意思 成功者的常规一苦思甜 刚才出过场的熔炉主管罗伯再次出镜 但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因为工作效率问题刚被服药辞退 50多岁的人再想找工作很难 他也并不怨恨 这两年跟中国的同事学到了很多东西 工厂走向正轨 王师傅把妻儿带到了美国 不用每天忍受亲情相思之苦 以老美的标准 他现在妥妥的算中产阶级 想去哪玩 想买点什么基本没问题 二三十年前 中国人还在为吃饱肚子犯愁 短短一代人便逆天改命 这一切都是实干出来的 庄谢公报比商与后重归工作岗位 他人生最好的年华 全在通用汽车度过 虽然不想接受 但报比心里明白 舒舒服服躺着挣钱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 美国工厂的结尾 精彩且意味深长 无论工会与资方掐得再厉害 美国工人多么失落 也都算停留在人际交流层面 此时另一个维度的力量 正悄然而至 自动化 机器不会争辩 它不带任何感情的 默默地夺走了工人们的饭碗 据统计因机械自动化 到2030年全球将有3亿7千万人需要另谋生计 美国与中国工厂的上下班人流依然吵闹拥挤 但改变的力量正在酝酿 就像汽车发明消灭了马车夫 世界大势浩浩商商 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开始拍摄美国工厂时 两位导演满怀着对美国失业工人的同情 但拍着拍着发现中国一边同样很有戏 便转换思路 另请了两位中国制片人 深入理解中国企业文化与风俗习惯 成片里中美基本各占一半 利益上升到了全球劳工的共同命运 如果仅限于美国工人 那冲击量只是篇诉苦文章而已 不过导演两边谁也没讨好 中国企业的凝聚力强 生产效率高 但背后的代价是牺牲了工人的生活与健康 很多人一个月只休一两天 每年回一次家 美国高管参观工厂时 惊讶于回收玻璃的工人竟然只戴着普通手套 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是不可忍受的 而美国工人懒惰不思进取 既想躺着又想拿高薪高福利 中国工人不理解 每天八小时赚一百多刀 还有充裕的休息时间 美国人为什么还不满意呢 这涉及到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现在大致相当于19世纪末的美国 正处于国力的爬坡期 奋斗多少回报多少 比起父辈和祖辈有质的提升 不太在乎风险与劳累 而美国工人舒服了半个多世纪 正所谓由奢入减难 人的惰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想撸起袖子 但腿脚已不听使唤 美国工人的今天 是否会是中国工人的明天呢 导演没有给出答案 或者说谁也不敢打宝票 一定知道答案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没有百分百安稳的岗位 当洪水来袭的时候 你最好会游泳 起码生存的概率能大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